大家好,我是杨 我们的耳朵是感知外界声音的通道 还起了重要的平衡功能 但是有些人耳朵会出现嗡嗡的耳鸣声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缓解耳鸣的学位 叫做中主学 它在手背第四对五张纸关节中间 这是第四张骨 这是第五张骨 中主学就在它们两个的中间 这个位置 也就是无名指和小指的纸跟中间 向下两厘米的位置 就是这里 右手指按一下会感觉有一个凹陷 用力的按一按 会有力量脱落的感觉 此以这个穴位可以用三种手法 第一个是揉 将右手的拇指放在左手的中主学上 用指腹的位置向下向内顺时针的按揉 如果感觉到疼痛或者有节节 就需要把它揉开 在这种感觉消失以后 这个节节就打通了 中主学是守绍阳三交经的数学 手上三交经寻在肘 臂 背 肩 这样按一按 对静脉熏性路线上的活动不利 也有一定的作用 第二个手法就是点按 将拇指的指腹放在中主学上 向下是一定的力度 点按 然后抬起 再点按 点按下去之后 大概停留三秒钟 然后抬起 再点按 一 二 三 抬起 中主的中 就是中间 主就是水中小块的陆地 三交水稻四江 麦气至此 收住流连 犹如江中有煮 第三个手法就是推 在无名指跟小指之间 沿着凤纹端推过 如果觉得推起来比较干涩 也可以涂一些润化油 多侧推完 再换右侧手 两侧都要推 中主学是守绍阳三交经的数学 三交经又相当于人体的气血大通道 如果这条管道堵住了 那么各个组织器官 就无法得到充足的气血供应 而耳朵 眼睛 都无以致起的末端 所以已经落堵了 就会在致起的末端上 反映出来 这种情况 就要进行疏通 每天三到五分钟 感觉酸麻维度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些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 咱们下期见